台南有這麼多路口都沒有洗走路的人 專門的合計 用來的車速度都吃機 也不會讓人人人人選過 市政府是表示說 今年為沒有走路的人選過的車輪 受到處罰的案件 就有五百三十八件 未來在重要路口都會來洗這種 專門的合計 也會來加強處理 民眾要穿過路就必須要自行判斷狀況 今年過路不安全 也很像米國在網路上大門 比這幾個主審案的體制 今年過路最好是清手 做出周董來車的民憲動作這麼多主報 後來市府就要做好保護最優勢 的行人 行車 輪移輸用這麼頂頂 對處 台南市府高通教師說 兩親共十三年 專市行人專用合計 總共有三百八十五層 今年是已經增加到七百層 未來也是會秩序來增處 台南市府高通教師說 今年出席的車廟 沒有理論行人為幾五百三十八層 原本就是留的出席的重點 目前行人合作大部分是設置在客戶門口 行人過路需求較大的路口 也是主要的重點 未來也會加速來搬點 以路口需求較急的地方 作為優先的可能 另外也會設置沒有理論行人 科技計畫的設備 探望能夠改善狀況 記者鄉政府等不到 再次 谢谢大家